《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新人透視的 我是快必 我是那個子儀 剛才你想說七字 我想說七一過後 七一過後 繼續戰鬥 沒錯 大家都是不信 今天就講一下大問題 大家都常常都講 又講一些小眾的問題 其實也不小眾 其實也是很嚴重的 這個也是 坐在我們中間的是文可鋒同志 是 沒錯 又來了 不過不是講台灣 不是講台灣 講咬直治療 我想咬軟是怎樣的 咬軟是不行的 政府幫不了你咬軟 政府幫不了我們咬軟 你咬軟是不行的 你咬軟是不行的 這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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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你的手指是怎樣的 不是呀 我的手指真的斷了 看到嗎 軟了 就是軟了 蛋蛋 對 經過一些行為之後 希望把這個中指 弄成大 是不行的 蛋蛋 這樣是不行的 這樣 就經過一些行為治療 其實這個議題 我有真的問過一些 曾經接受過 不是 比較開放的一些 一些 臨床心理由家 即是梁藥千 梁藥千 是否是顧心傳的老婆 不知道 不要亂說 不要亂說 那不是說咬軟治療 對不起 對不起 大家對於這種 停風 白痴有興趣 對不起 香港人 真的 你不是說 沒有 那跟她談過 其實如果現在一般 如果有人說想找你做這個 咬軟治療 那你怎樣做 那她說 如果讓我做 因為她都覺得是不需要咬軟的 那她就說 會叫她嘗試 和異性拍拖 這樣 突然間 對 或者 去新花多玩 或者試一下 試一下 接觸一下異性 看看可不可以 發展到這個感情 就是都是用一個 會不會讓她嘗試一下 但未必 會不會提供 光顧性工作者的費用 什麼光顧性 光顧性工作者 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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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是不會的 不會有這些分別 不會有這些分別 是的 這樣 即是梁六千她會 她跟你說 她會 只是這樣嗎 這招很差 其實沒有 但其實咬軟治療的問題 就是 因為 如果說回學術 七三年因為美國精神病學會 已經將同性戀這件事 不定為一個精神病學 不是 已經不是的 1973年 1987年的時候 在這個精神病疾病的統計和診斷搜冊搜尋 那裏都除了名 即是覺得不需要被治療 又是這件事 換句話說 已經是不需要 已經不是一個疾病 但現在所謂的咬殖治療 當然就不像剛才所說的 那麼自由 即是她會跟你說 我知道有些人 是參加了一些咬殖治療之後 就叫他們 第一要脫離同志社群 即是你的朋友 那些不要見 你那些 即是跟賭仔那些一樣 是的 即是跟賭仔那些一樣 即是 教會那些 教會那些 教會那些不要回 是的 全部事情都不要想 然後就叫她自己去嘗試 也一樣 自己看回自己的日程 有多少次 是想男性 或者想回同性的數字 是的 那個數目是怎樣 然後就跟她做一些跟進 其實都挺強迫法的 出來的效果 其實就 沒有什麼人知道 什麼叫做得和不得 因為近來有一個台灣 如果你有看台灣網頁 就知道 美國有一個組織 叫做出埃及 出埃及 其實跟香港一樣 都是做一些咬殖的治療 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現在 那組真的瓦解了 是 是 真的 真的瓦解了 而且 真的跟同志 是道歉了 原因 因為他們都承認 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 就覺得自己是咬殖了 但有機會他是 是 即是 其實他是把另一個情慾 他自己全部 壓低了 雙性戀 他以為自己喜歡異性 但原來他自己本身都是 喜歡同性和異性都可以 是的 對 而最近 2010年 有兩個心理學家 在歐洲做過一個研究 就說 做了一個七年的研究 從95年到2000年 就訪問了202個個案 即是做過這些咬殖治療 當中176個 是發覺自己是沒有改變任何性取向 但要留意的是 當中155名 是經過咬殖治療之後 在心理、生理上 和人際關係上 有很極大的衝擊 即是有可能他會覺得憂鬱 或者想自殺 如果你看回 有一套DVD叫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有一個是說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是的 有一個 有一個個案是說 一位女士 她媽媽也是因為中間問題 強迫女兒去做治療 最後女兒是自殺死了 她怎樣自殺 就是用膠袋 固著自己的頭 然後不知怎樣 在後面綁住 因為外國不是那麼容易跳樓 綁住鬼門 就踢開了 然後就焗死了自己 即是用膠袋固著自己的頭 即是跟桂門有甚麼關係 沒有關係 即是有關係 她扔著一些東西 然後踢開了一些東西 之後你的膠袋就勒緊了自己的頸 是的 然後她就過身 即是如果我沒有記錯故事 也有些個案是真的會令到那個人偏向了 因為她更改不到 但又接受不到 或者因為家裡的壓力 或者是家會的壓力 那林美便自殺 這些個案是有的 是 再進心說一下 其實香港的甚麼咬直治療 是哪個部門 如何去發展這件事出來的 這件事真是天曉得 不過最近比較有名 就是明光死後組 新造的人都有做過這些咬直治療 我認識一些較久的弟兄 都是教會這個基層的朋友很多 在這裏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自已十幾年前 已經試過兩段咬直治療 即試過兩次 是的 她的案件為何會試過兩次 就是因為在香港她做過一次 但做到差不多的時候 她要留學去英國 去到英國的時候又做一次 但是前後都五、六年的時間 但結果出來都是不能夠被咬直的 跟她去接受分析 我想根據林瑞琳的邏輯 我最關注的是香港的公帑是怎樣用 浪費公帑 很浪費公帑 那是否直接把衛生署撥錢下去 不是 社署那個是 現在在說咬直的那個 就是社署 社署 給社工 即是政府撥一筆錢 給社署 請了新造的人的康桂華醫生 也是基督徒來的 很出名的 訓練社工 出來 是的 如果社工 譬如我是社工 我接觸過一些 同志 朋友 他們說 我現在是同志而言 社工那怎麼辦 那我就不懂得處理 那我就去找 康桂華醫生 然後康桂華醫生 就教我 開了一個講座 教社工 面對這些時候 怎樣可以幫他咬直 但他就不會說 咬直 我們不是說咬直的 我們是 他現在包裝得很好的 多元 其實他可以選擇 究竟他是壞不壞 想不想自己 編翻咬直 那 我就去找康桂華醫生 康桂華醫生 跟我們說 他就會說 我不是強迫他咬直 而是他對於自己的同志的身份 是有疑惑的 他想嘗試擺脫這個疑惑 我們是幫他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會不會找女社工 試試跟他拍拖 安排 這個安排 或者男社工 女生的就找男社工 是的 林瑞倫 你都未講過公帑 如果他是寫署 撥錢的時候 那就是政府錢 政府錢 你去這個位置 去做咬直咬這個問題 第一 其實你再先怎麼說 所以說得對的 就是 你假設了同志 是在吸毒 或者是 於酒 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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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那個環境 你這樣其實是 把那個問題定義了 是 同志是有問題 你不會反過來想 我是一個異性戀者 然後我懷疑我自己 是不是真的異性戀者 我想 可不可以確定 我拗亂 是 這個其實 他那個假流輯 那個什麼康貴華醫生 不是多元給一個選擇 其實你們定義了 只不過你是鬼鼠地 陰塞地 暗渡陳倉 去解釋這件事 是 我立刻想起 誰 那你就是浪費錢 因為你 你不應該在道德議題 或者 所謂在這些 性的選擇上 政府是插嘴和插口 而最吊詭的一件事 就是 同志組織這十幾年 都百花齊放 你說宗教的又有 以前佛教的又有 女同志的又有 Hotline的又有 同志父母的又有 其實 但是最吊詭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現在有社工說 我收到個案子 是關於同志的 那他進去哪裏 拿同志組織的資訊 這件事 反過來說 政府沒有推薦過 第一身 去幫助第一身 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是最吊詭的 我做了這麼多年 同志組織都說 這件事是最吊詭的 即是沒有一個同志組織 政府會給你一塊錢 告訴你 我請你 我還給你 我還給你錢 我覺得社會福利署 是不應該處理一些 跟性 或者自己的性選擇 社會福利署當然是幫助有需要的貧窮弱勢 就不是去處理一些道德的 他覺得他在幫助弱勢 不不 那我們要搞清楚 立法會議員應該跟進 又或者審計署要去看 貼盤數 浪費錢 浪費公帑 跟五居公帑一樣 一樣浪費 浪費錢 一樣浪費錢 康慧華醫生 浪費政府錢 浪費納費人錢 你叫康慧華醫生 城市論壇要搞一件事 作為一個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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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回去祈禱 同一群同志祈禱 不是做出來做一些事情 你等於沒有信心 再去上帝 我們回去再去執行 你還要靠上帝 不是 要靠政府 依賴政權 勾結政權 政教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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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求政府除了咬咬咬食之外 吃齋吃肉都應該要搞 沒錯 因為呢 我懷疑我呢 是吃齋 吃齋 但我一直都吃著肉 我一直都吃著肉 我一直都吃著肉 我懷疑事 他現在是不是吃齋 其實他是有病的 而且那些大秀慧那些 吃齋的人 總之周紹祥那些全部是有病的 全部是有病的 沒有人是吃齋的 我們沒有人是吃肉的 還有 政教勾結局 找康桂華醫生和乾弟弟 康...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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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會去吃齋俱樂部的部長 一起去輔導馮志煥牧師 這個吃齋的怪人 吃齋今天是有病 還有一個牧師怎麼會吃齋 你以為是和尚嗎 和尚嗎 你現在根本是有病 馮志煥 馮志煥 你要咬肉 就是由咬齋 要不要咬肉 沒錯 要有...就是二端來的 所以馮志煥 不行 醫生應該將他嘗試給舊肉 咬肉 咬肉 就不是咬那個咬 咬肉 由咬齋變成咬肉 讓馮志煥試一下 先試一下燒肉 或者試都喜歡 沒有人有好人好者吃齋 沒錯 還不是有餅 還是二端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一模一樣 引用回 是不是覺得我們很荒謬 咬齋咬齋怎麼會這麼荒謬 一模一樣很荒謬 你為何要硬要說人家是有病 或者是變成一個賭徒 為何有疑惑呢 為何馮志煥不會覺得我只吃齋 是有疑惑 為何這麼不一樣 我再拆 我再拆 為何到最後呢 我站在一個懶忠立的角度說 懶忠立而已 如果你覺得這個同志是一種病 即是同性病的時候 癌症病人是不是更加是病呢 你不會用這個道德的眼光 和怎樣去幫助他 好像一種輔導的形式 去解決癌病或者各種的病 兩件事來的 所以其實他已經帶有道德的歧視 在這個 咬齒治療 已經有這個道德的判斷 你說多元其實是多餘的 不過我想到一個事情 其實這麼多年 大家都知道所謂的 所謂的所謂的 叫做Exk 就是之前他們自己說 什麼是Exk 就是他之前覺得自己同志 現在不是 但其實我也問過 這些臨投心的學家 那怎樣定義呢 就是你完全那些心 以後都不思考這件事 還是你想而不做 還是怎樣呢 究竟定義在哪一道師為之成功,另外一個項目值得去考慮 為何這麼多年做了這樣的治療,大家都知道定位這麼難定 但也有同志想參與這些治療,你開了這個服務,真的有人去 我會想除了宗教的枷鎖,但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很明顯就是社會的氣候令到同志都覺得 生存在我們社會裏面,同志的身份有泥次一等 或者我真的在家上要蓋住很多東西,我真的不可以好像異性那樣享有共同的東西 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比較心理學一點問題 拉糠用精神分析,我說一下而已,不要以為 我知,斜仔一號二號跟你說的 我經常說拉糠,我以為跟拉糠沒有關係,跟楊康可能是 怎樣呢,你說什麼,我講廢話太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心理學吧 你又有病了,這個你要去看廢話 對,其實就是這個問題,未必是那個同志,那個自我肯定和自我認識的問題 這個未必是同志的問題,我小時候,很多年輕人都可能自我認同和認識肯定的問題 未必是同志問題,只不過是在同性戀的問題,是屬於道德,在這個社會裏面 或者那種的少數的人,有這樣的情況,需要變得自己奇怪,而覺得需要這個治療 等於我都懷疑過,我小時候很喜歡搞政治和參與,我都覺得有病了 其實真的 主流的人是政治冷革的,原來我現在才知道 主流的人,為什麼你會政治這麼熱情,你還不是瘋子 你還不要找政府那些搞搞,咬回冷革政治 以下的說話是真的,我當時讀學校真的有人提供,是不是要看社工輔導 是 他覺得我為什麼會這麼熱情,因為我小時候除了踢球以外,我不會打遊戲機 現在回來會打遊戲機,我的興趣就是時歸抗議 就是參與支聯會,當時有些活動,或者選舉 那還不是有病,一班四十多人,只有你一個,為什麼你不抱歉冷革呢 是的,覺得我和同一同學不夠合群,那些關係不是很差的,但是覺得我怪 這根本就涉及同性戀,這根本就涉及主流,和將一些東西污名化,就是文化研究 即西瓜歸大邊,你這麼疑慮,你有病,讓我附導你吧 是的,真的,真的會的 我試過,我忘記了,有人問我,你會不會太憤怒,織憤怒 那是被老闆弱,孫道會那些教會都說,你小時候沒有戀愛,比你老闆打得多 所以你這個人就憤怒了,真的會 我那些牧師不是說這些混蛋的東西嗎 一定會,一定會,我心裡去過,又說回教會 長沙環平和風暗堂,在大一番教會 我被人第一次,嘗試被人召喚與輔導,就是這間教會 就是我參與支援會的東西 為什麼我會這樣,是不是太多的憤怒 覺得是不要輸 這樣去看 我也是變成疑慮的 我也變成疑慮的 我不是同志,但是我已經變成疑慮 原來在參與政治 年輕人,我十幾歲開始 你不是打機,不是什麼 不正常,我那時候真的不偷女人,不會吃 還不是有問題,還不是有問題 還不是有問題,還要找康慧華 是的,他會這樣看,這個社會是這樣看的 所以你如果把問題 代入同志問題 為什麼那些人有需要,沒有辦法 他自己覺得自己不正常 是的,所以在想 究竟為什麼會有批人 仍然會去 其實大家都知道結果 大家都不知道會怎樣 但仍然有一批人,被人傳過去 他自己去做這樣的治療 但過程完全不享受 有可能會自己都 自己是抑鬱的個案 不知多少 或者我們同志組織 收了回來和他執手未的個案 都不計其數 怎樣執手未發? 很疑惑 打電話去同志組織的Hotline 然後說回自己的個案 原來他在做一些被咬直的治療 或者在做一些 告訴他你不要再親近這些社群 朋友不要見 等等的事情 他就覺得不行 去到某個位的時候真的不行 初期的時候都會聽話 但很多事情其實是事與願為的 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 這個世界真的不行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惹怒 他打電話來的時候 有些真的哭了 真的試過有些真的哭了 我們執手未的就會跟他說 其實有另一個途徑可以走 但問題是你自己走不走 有些個案要面談 即是見過這些個案 即是要約他上來見 所以這些同志最重要 都是要看心理醫生看什麼 就是看一個問題就是 自我肯定和自我接受能力 反而是比較低的 是看這個問題 就不是直和軟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政府現在 如果真的要動用公帑 去做這個咬直治療的話 我就要你們想一件事情 究竟政府是不是相同地 要付錢出來 就是要推薦社工者 除了咬直治療之外 其實現在香港有什麼同志組織在做事 你們可以推薦你去取分哪些同志組織 如果真的可以放兩樣東西上桌 那客戶就真的有得選 那咬直治療的真實運作 是不是應該這樣呢 不只是找康桂華醫生 他又會找小曹 女同學社 應該又找吳韻倫醫生 即是一起三絲會審 如果有個案子 那你用比較專業不同的角度 的學術去看 是不是這樣呢 就不只是找個 所謂自清經濟的湯桂華醫生 問題現在就是 現在其實這個局 現在其實是被安排 現在就是這樣 客戶上來的時候 你已經是被安排 他去了一個組織那裏 去說他們動用公帑這個問題 但是內何地 政府仍然都是耍 用這一招就是 我其實傳他過去這個組織 其實他也是有選擇 但是在我們眼中 就是你傳他去唯一的組織的時候 那什麼叫唯一 唯一就是沒有選擇 我有時候想 我覺得同志運動 是不應該只是同志的 當然 什麼運動 都不應該只是那些人搞 是啊 同志也不應該只是搞同志運動 當然 所以你見到 我先抽水 但是身份政治是很重要的 他的身份是說的 身份政治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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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都有那個的 人有很多的身份 我覺得是應該討論一下的問題 就是殖人 就是我們那些所謂的儀性戀的人 怎樣看同志這些的安排 或者社署這樣去 不過我們要賺一賺台灣 就是說我說了台灣 上次又來講台灣 台灣的國民教育 現在將同性戀 納入了國民教育裡面 雖然有人是寫信去反對 但是已經是說 納入了國民教育 應該由小岳開始 去教育台灣的國民 是有同性戀這個概念在這裡 當然 當你教同性戀文化的時候 有人又說 你這樣猜猜 其實根本沒得猜猜 是的 有說多元的性行為 你有可能一個 就不知道有多少個 因為同志沒有結婚制度 我覺得我不相信這件事情 因為你個人如果天性是 女就女男 男就男就女性 其實我認識你這麼久 你有沒有想過 真的沒有 就是了 那為什麼不吹呢 真的不吹 真的很難 我想起我都覺得 吃齋都是天生 我經常都想吃 但我都不行 但凡志活目師說 我都能吃到 我經常都想不搞事 但我現在不搞事 更辛苦 是的 我都覺得是 我看到林瑞麟我真的很想搞事 很想打他 是的 我也想這樣做 真的 耶穌基督是照顧謝瑞麟多些 謝瑞麟 當然 你想想 金價三千多元 現在13000元一兩 大哥差多遠 然後 大哥 那些同胞下來 就像踏米一樣 好像十斤十斤一樣 那你就這樣就像 我們講了幾個反應 有鎮定香港 有鎮定香港經濟 當然是保佑謝瑞麟 保佑含瑞麟 好 這個鬧政治條 這個套牌 我們有機會繼續探討 有很多人可以請上來 小曹 大曹 Cony Cony 同志的朋友就會認識 阿力 阿力 敏鎮 他們那些 陳日君 不是 就是 他 我覺得他挺可以開放的市場 他不是的 他是慢慢開放的 他是慢慢開放的 有過程 有過程 我想我都要 人人都要 好 謝謝Anthony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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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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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公民社会组织、网民等等,将他们的书籍、刊物和博物等等发成电子书, 令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iPad、iPhone,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 Rea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